观光旺季即将到来 李渔潭西车是许多游客停车地点 12号上午 副昆喜立委服务处就邀及了公路局 花联县政府江洪科 重管处李渔潭管理站 还有李渔潭的商圈协会进行协调 以游客的停车安全来进行会刊 希望把潭西公社前的停车空间 可以有所改善 7、8月份暑期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李渔潭的停车问题也是当地业者 希望能够在旅游旺季来临之前 能够解决 12号上午 立委不困其服务处 就特别邀请了各个单位 进行实地会刊协调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停车阁 让游客可以停车的 为了公共设施 把整个厕所改券 然后把它停车阁 把它汇除掉 让游客没有办法停车 我们去年也向议员 陈群过 也获得改善 部份的改善 可以停车 那也就很好 我讲主任也知道 我讲这一次为 我又再一次的这个程序 希望那个机块 给它去除掉 离除掉 整个这个位置 原来的这个停车阁 就可以再继续使用 因为目前的鲤鱼潭 细车停车空间相当充足 公路局以及花东重骨管理处 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表示 希望在旅游旺季时 能够试情况来做调整 停车位其实是跟目前的都市计划 是不符的 那如果硬要把它改 这个部分可能 除非我个人就是觉得说 停车会真的真的不够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做处理 由于潭西道路两边都设有绿狼空间 在多方会刊协调之后 立委副昆旗服务处 公路局 华林县政府交通科 花东重管处 鲤鱼潭管理站 鲤鱼潭商圈协会 希望能够在旅游旺季期间 以停车空间的使用情形 再来做后续的调整 记者林杰 寿峰采访报道